女孩大婚当天却收到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这让一身喜福的她陷入纠结 送信的向游远老王连忙表示大学生不能结婚 听到这话 新郎的家人当即生气的将老王赶了出来 想上大学的女孩将自己锁在屋里反抗 而被赶出来的老王也却并不打算就此放弃 她深知山里的孩子考上大学有多努力 于是马不停蹄的去找乡长帮忙 谁知乡长和新郎家人经过一天的协商后 最终决定让老王写一个担保书 我王大货保证想求大学毕业后 马上回到水洛村 以扎西万魂保证在当大学十年期间 绝对不喜欢别人 保证人王大货 可刚读完老王才回过外来 这是为何要让他这个不相干的人当保证人 殊不知 在十里八乡的村民眼中 他这个香油园的地位比香长还要有分量 香油园是大山深处的人们与外界的唯一纽带 由于常年行走在高山之巅 老王的身体早已不堪重负 偏偏他的老马闪电怀了孕 金龙也在路上生了病 他向邮局申请给自己再配一匹马 但被局长以经费短缺为由搪塞了过去 就连微博的马料补贴也被拖了好久 老王体恤邮局不易只能独咽苦水 眼下有两个重要通知和一封信必须尽快送到山里 一个是天然灵保护工程启动 禁止村民们伐木 另一个是医疗下乡的政策 政府免费帮白内障患者做手术 而那封信则是乌角乡王宇生同学的录取通知书 大山里出一个大学生不容易 局长还特意嘱咐一定要尽快送到 县里还专门为这些山里考上大学的孩子们举办欢送会 临行前老王去拿了给山里的人们带的报纸和邮件 给父亲买了药 还帮村民打听了花椒的价格 看着病奄奄的金龙 老王于心不忍 他去和好友借马 不巧的是好友明日也要用马出门 马没借到 好友反而还托老王把两头小猪烧给他亲戚 并且反复叮嘱这是五百块钱一只的外国品种 妻子看着满满当当的包袱不禁有些抱怨 局里简直把丈夫当机器用 一天都不给休息 老王善笑着没有答话 只是叮嘱妻子多给金龙准备一些玉米 怀孕的闪电也要细心对待 要是粮食不够 人就少吃鞋 千万别苦了陪他上山下山的他们 夫妻俩正说着话 儿子恰好从外面回来 得知他两次复读还是没能考上大学 老王没有丝毫责观 只是沉默了几秒后说道 儿子的话让老王有些难受 次日一早 他还是带着金龙踏上了送信的旧路 一路上景色格外秀丽 一人一马两株啊 穿梭在乡间的小路上 路过被砍得参差不齐的树桩 老王想起通知里的内容便和金龙喃喃道 再过不了几年 他们送信的路上就会有乘凉的树荫了 路过青天可口的山泉 老王忍不住弯腰喝了几口解法 看时间还早 他又卸下锅躁准备做饭 期间看见圆润活泼的小猪仔 老王又自言自语地打去起来 谁料这猪仔有劲得很 正托老王的手就朝远处跑去 老王连忙起身去追 好不容易找回来的才发现另一只又没了踪影 四处寻找了半天也没找见 老王只能先走一步 很快到了傍晚 他便在路边生起火歇息 就着闪烁的火苗 他大声读起了报纸 没有人和他说话 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驱赶走黑暗带来的寂寞和孤独 凌晨时分山里下起了大雨 老王担心前方滑坡 赶紧牵着金龙继续赶路 雨水顺着塑料布的缝隙打湿了老王的衣衫 但他不敢有丝毫松险 只能紧绷神经钻紧金龙的绳子 伸一脚前一脚地往前走 好不容易等到天空放晴 老王立马拧着衣服水分亮晒心里 期间还不忘在牙壁上刻下记号 而在他身后密密麻麻刻着的 是多年来走过这条路的最佳佐证 几经风雨 老王终于抵达了第一个村寨 可当他将信送到收件人瓦龙手上时 对方看都没看就直接撕掉了 原来信是他的老婆写的 几年前瓦龙的老婆舍家妻子跟人跑了 瓦龙觉得他现在写信回来 一定是后悔了想回家 好牛不吃回头草 他才不会要一个跑过的媳妇 送信这么多年 老王早就见惯了人情百态 对于别人的家世 他也不好多说 告别了瓦龙老王继续赶路 穿过一大片绚丽的草地 老王和金龙抵达了第二站五角乡 他刚一进村就被热情的村民们围了起来 他们不断地向他打听山外的消息 从毛毯的销路到花椒的价格 路过村小时他又被孩子们拦住了 按照惯例 他掏出邮票向他们提问 答对的人就能获得一张邮票 哦 手里的邮票只有一张 老王稍加迟疑赶紧牵起金龙狂奔 孩子们在他身后追成了一大片 摆脱孩子们后 老王终于抵达了乡政府 他将两个通知送到乡长手里 又向对方打听起了王玉生同学的消息 谁知等他写好洗包敲锣打鼓赶到村里时 村长却说这里没有一个叫王玉生的同学 今天你们村上有几个考大学了吗 我们村上共有四个考大学了 一个叫小秋 一个叫王扎西 一个叫杨谦 一个叫普世 王扎西的韩字名字叫啥子 我不认识 是个男娃不 是个男娃 王扎西 王玉生 可能是一个人哦 村长带着他们找到王扎西家 没想到王扎西早就去了牙租乡学习刷油漆 恰好老王也要去牙租乡 便接下了继续寻人的任务 期间手握转金筒的尼玛奶奶想让老王帮忙 给在城里香巴拉酒店打工的孙女写封信 小孙女已经很久没有回家 奶奶十分想念 转书间 奶奶不由地哭泣了起来 傍晚 老王图进自己父母家 他将买好的药递给父亲 并告诉父亲母亲患病的眼睛有致了 是国家免费给医治 夜里 趁父母不注意 他偷偷从猪圈里抓了只小猪顶替跑丢的那只 为避免再次跑丢 他给两只小猪拴上了身 为了尽早地找到王宇生 他夜里只是稍加休息便继续赶路 结果次日清晨 身体有些疲惫地 他走在大雾弥漫的山道上时 一步小心滑倒 两只小猪和他一起挂在了悬崖边 山壁视滑陡峭 老王一时间找不到着力 惊慌失措的小猪不断地哀好 好在金龙经验丰富 在峭壁上死死拽着他们往上拉 一番挣扎后 火针将他们拉上了山壁 突如其来的危险让老王不由地打起了精神 穿过峡谷后终于抵达了雅租乡 他将通知送到乡长手中 又拜托对方寻找王扎西 接着又将两只小猪交给了好友的亲戚 王扎西很快有了下落 但是对方却说自己不是他要找的人 王宇生是他们屋角村的女生祥丘 无奈老王只好原路返回 可他回到村里一打听 才知道祥丘一家都去雅租乡走亲戚了 在那个通讯不变的年代里 老王早就习惯了来回奔波 手里的录取通知书耽误不多 老王又只好牵着金龙踏上去雅租乡的路 好不容易找到了祥丘的亲戚家 但亲戚又说他们全家都去了水落村 一听这个地名 老王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水落村可是雅租乡最为偏远的地方 而且近日雨水不断 去水落村的山道恐怕都被淹没了 但老王不敢耽搁 乡长本打算让人和他一起去 但被他拒绝了 他只是要了一点干粮就继续上路 与即水流湍急 连日来的奔波让老王的身体有些吃不消 加上常年在外吃干粮也让他落下了胃病 他掏出药就着河水吃了药便继续赶路 途径汹涌奔腾的赤色江水 老王走的每一步都格外谨慎 他牵着金龙不敢有丝毫松险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了水落村 他刚一进村 就被村长老扎西挂上了洁白的哈达 细问之下才得知 今天是老扎西儿子的大喜日子 而新娘正是老王苦寻一路的准大学生祥丘 一听祥丘马上要结婚老王着急不已 因为按照当地的习俗 女孩结婚以后就不能随便外出 更别说还要上大学 无奈老王只能去找村书记帮忙 得知老王来意的老扎西立马翻了脸 正当村书记和老王为难之际 祥丘来告诉两人自己很想去上学 但是家里已经答应好跟扎西家的婚事 他又不能毁婚 于是扎西家就立即召开家族会议商量此时 老王也被邀请参与 老扎西村长家小扎西 今天结婚是人生一件大事 结婚为了传宗结代 你们大家说呢 可以 我们开始我这个玩意 我们全体这么多人 现在这个同志才不得大学生 这个都不送了我们听了啥子 看大家都是听了牙巴 笼子 这个必须要送 有点 说得好 等下听我说两句好吧 给我走下 把你求死 咱们说我叫家族 慢慢说慢慢说 家族里自然有人支持有人反对 老王只好信心坐下 但很快两拨人就吵了起来 各有各的道理 老王本想劝大家别吵 结果被老扎西轰了出去 给我出去 出去 把你求死 出去 反正我不怪 我明天要帮你出去 回想起祥丘眼底的渴望 老王觉得不能让他们毁掉一个大学生 于是赶紧回乡里找乡长帮忙 为了加快速度 他骑上了一直不舍的骑的金龙 回到乡里已是深夜 乡长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赶紧带人又和老王返回水落村 好在第二天祥丘将自己锁在屋里争取到了时间 乡长听了双方家长的想法后知道 老扎西并不是封建顽固之人 只是觉得祥丘去上学不结婚 这让自己的面上无光 协商之下 乡长提出由他给写一份担保书 但众人却一直要让老王来给担保 因为在这里的村民眼中 常年行走在各个村落的老王更有影响力 晚上 老王当众宣读了乡长帮忙拟定的担保书 如此一来 老扎西保全了面子 祥丘也得到了上学的机会 而这时老扎西又改变先前蛮横的态度 对老王很是感谢 次日一早 老王带着祥丘踏上了去往县城的路 担心原路返回赶不上县里安排的欢送会 老王和祥丘抄了条近路 路过碧绿的草垫 走过鲜花灿烂的峡谷 老王不禁有些感慨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陪自己走这段路 祥丘告诉老王 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 上小学的时候还得过一张他给的画着火箭的邮票 也正是那张邮票 让他有了走出大山的勇气和动力 老王听着很是欣慰 但是他不理解 祥丘为什么要取个汉族的男孩名字 导致他们一开始就找错了人 祥丘说自己是在下雨天出生的 所以就取名余生 对于老王不畏辛苦的帮忙 他心中十分感谢 一路上祥丘边走边给老王唱歌听 时间过得飞快 而等他们爬上高山后 祥丘的身体就吃不消了 老王让祥丘骑马 祥丘说金龙病了他舍不得骑 走着走着山里下起了大雨 祥丘想停下来躲雨 老王却要坚持赶路 但这事金龙却不干了 他本来就生着便 一连几天跟着老王连轴转 现在背上还多了个人 老王在后边使劲推着他往前 被激怒的金龙一脚将老王踹下山坡 祥丘跑下来使他的嘴角已渗出血 祥丘艰难地将他搀扶上陡坡 老王休息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 期间老王问起祥丘想学什么专业 祥丘看着阴晴不定的天色 说自己想学气想学 这样就能提前预判山里的天气变化 从而减少损失 两人继续赶路 老王捂着被揣上的肚子步履 都有些艰难 祥丘心疼地问老王 天天在中村老不老虎 老虎得很啊 但是没得办法 还是要走啊 如果我不来走 新大哥来走 再说 如果我不来走 他们就说 政府不关他们啊 途经一片鲜花烂漫的山坡石 祥丘激动不已 牵着金龙就奔跑下去 老王刚喊了慢点 看着陪伴自己多年的老伙伴落得如此境地 老王心痛不已 但为了减少金龙的痛苦 他还是忍痛掏出了匕首 像是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 金龙也流下了不舍的眼泪 金龙 我不想让你多偷嘴啊 认这点 走好 老王艰难地送走了金龙 夜晚对着攒动的火苗 老王捏如着不知该如何是好 我会醒 咋得下 三天交代啊 压抑的情绪终究没有控制住 老王的哭声滑破了黑夜 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同压弯了他的腰 在快要抵达县城前 老王吐血晕了过去 好在祥秋找来附近的人送去医院 经过几个小时的手术后 大夫出来说老王的腹腔已经严重溃烂 肠子已经穿孔 要是再晚来一会儿 可能就无力回天了 听着医生的话 祥秋红了眼眶 她主动打开老王的邮包 将尼玛奶奶的心送到了孙女手中 我的小女妈 奶奶好小女哦 你怎么也不会来看我 你爸爸和阿妈都死了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你在香巴拉还好吗 身体好吗 我们在外要注意安全 四日一早 老王被敲锣打鼓的声音吵醒 那是县里给考上大学的学生们办的欢送一事 老王挣扎着坐起来朝窗外挥着手 而此时祥秋也在人群里焦急地寻找着老王的身影 老王出院后 看着积攒下的邮件想尽快回去工作 局长劝他在家多修养些识人 婆婆今天还是没点你的信 你不等了先回去啊 奶奶 我碰见你儿子了 我叫我钱一点的给你 他仔细不来 就不跟你写信了啊 他每个月会给你带钱的 不小心交啊 回到家 老王却看不到他的闪电 儿子告诉他 闪电升了小马具后就一直待在后山 何也何不回来 好想再登金龙 他急忙向后山跑去 老王看着那匹棕色的小马具觉得像极了金龙 或许那是他的金龙以另一种方式回来了 影片至此结束 电影根据马班游录像游园王顺友的真实经历改编 19岁的王顺友接过马匠 此诚父亲对他说 送信就是为党做事 为党做事的人要吃的欺苦 21年间他艰难跋涉了26万多公里 相当于走了21趟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绕吃道足足有六圈 路途虽然艰险但准确投送率却达到了百分之百 硬生生把一份平凡的工作干出了非凡的成绩 2005年他被评为十大感动中国人物 两百分之百一 越岸 二百分之百一 中田